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艺术走进生活 去朱利亚其实是特别偶然的一个契机 最早选择去海外留学 其实就是在国内上了本科 上门本科之后 因为一开始学的是美生 其实就想去海外 去欧洲或者是这些国家 去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最后选择了纽约这个城市 因为觉得纽约这个城市 它非常的多元 然后有各种的艺术形式 都在这个地方集中的一个爆发 第一年的时候 其实我报了有曼哈顿音乐学院 新英格兰音乐学院 旧金山音乐学院 西西纳提 就是我每考 就是考的每一个学校都来了 带奖学金的录取通知 然后最后选择了曼哈顿 但是第一年没敢报朱利亚的 就是我觉得 我一开始觉得 因为我本科是师范大学的 我觉得 那个朱利亚这个学校是电视上面出现的 我觉得我肯定考不上 结果到了之后 我觉得物理距离 其实拉近了梦想的距离 曼哈顿音乐学院在123节 朱利亚音乐学院在66节 然后他们两个都在Broadway 就是一条路上 所以有的时候会去那个地方 林肯中心 有的时候会去转一转看一看 觉得他好像也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就一路就是过关斩将吧 也算到最后拿到了录取通知 然后所以就去到了朱利亚学院 继续学习 在朱利亚教给我更多的是 对待专业的这样的一种谨慎和严谨的一个态度 还有对待工作的认真 一开始就是我们其实在 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其他的音乐的一个院校 都觉得自己是天之交子 觉得自己是佼佼者 不然的话我觉得我乐感很好 或者觉得我嗓子特别好 我条件很好 就是你总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优越感 但是你去到那个学校之后 你发现所有的你引以为傲的一些条件 是每个人的基本素质的时候 当有这样的一个落差的时候 我觉得更多的是教会了我怎么样放平的心态 其实更多的是跟自己去做比较 因为每一个人进到这个学校 他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可能每一科你都非常的平均 但是老师就说态度是最重要的 认真的上课 认真的写作业 认真的提问题 认真的回答问题 把每一次作业都非常的认真 自己和自己进行比较 就是这样的一种教学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和一种态度 我觉得对我今后的事业和工作 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其实我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不管是大家就是看过这方面的介绍 或者看过这方面的电影 还是对于阿拉卡列尼娜这样的一个作品 有一定了解的 大多数都会给沃伦斯基贴一个 就是我们现代话来说渣男的一个标签 一开始其实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在没有特别深入的去了解的时候 在没有进行排练的时候 我也是这么样去 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 但是把整部剧全都演完了以后 我觉得他是一个可怜人 伦斯基其实是一个可怜人 这个故事里面不只是安娜是一个悲剧人物 安娜 卡列宁和伦斯基 他们三个都是带有很浓重的悲情色彩的人物 伦斯基他是一个非常年轻冲动 天真富有责任心的一个军官 在剧中其实他要跟卡列宁跟列文 形成一个特别强烈的一个对比 因为他其实在舞会的时候是要跟基地求婚的 但是他看到安娜之后 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做 其实对于基地的伤害其实是挺大的 但是你说伦斯基他不喜欢基地吗 他对基地也有感情 但没有那样的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 所以伦斯基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天真且非常冲动的 如果他不冲动的话他不会做出来跟安娜这样的一些 就是为了爱情去放弃掉自己的事业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的 就是为什么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一百年前的一个文学作品 即使放到现在来看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深刻 就是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完美的 但是每一个人物又是非常的真实 我们其实从现实生活当中都能碰到他笔下的所有的一个人物 所以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物是有血有肉的 他到最后在唱过错在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伦斯基比安娜还要可怜 因为安娜最后选择了放弃掉自己的生命 去选择卧鬼 其实他也解脱了 这就是为什么列车长其实这个角色 在这个剧当中 其实我认为他更多的是西魔 其实到最后安娜不是没有放过这两个男人 安娜是没有放过他自己 就是基地其实一开始在上半场 如果是大家仔细看的时候 他也想要卧鬼 列车长也出了 他也看到了列车长 但是到最后他选择了放过自己 就没有再去实施自杀这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他之后看不到列车长了 但是安娜从下半场之后反复的不停的看到列车长 就证明他自己的心 这个心魔在他的身体里已经蔓延的越来越神越来越多 其实到最后安娜实在没有办法承受了他选择了死亡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乌伦斯基伤害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就会带着这样的一份愧疚 其实最后的时候他想要试图去拯救安娜 当剧院的时候乌伦斯基去的时候 其实是试图去拯救安娜 想把安娜带回家 但是乌伦斯基最后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救她了 他已经没有办法了 因为当他为了跟安娜在一起放弃掉他的军官事业的时候 因为有一首歌他唱到 你想要出国吗 我带你去巴黎柏林日内瓦 你到哪里我都可以带你去 这也是天真的 就是他完全不考虑 但最后发现现实给他上了一课 他没有了这个事业 没有了钱之后 他发现他只能回到自己的农村 回到庄园 然后去竞选那个主席 其实也就是村委会的一个领导 这样的一种一种一种感觉 但他也发现我要开始去拼搏事业 他就会对于安娜的那样的一种不加节制 因为安娜本身是我觉得是没有安全感的 因为在原著当中 他说我可以为两个男人去死 一个是斜撂杀 一个是乌伦斯基 所以最后他觉得见不到斜撂杀的时候 其实他内心是很割裂的 然后跟乌伦斯基在一起的时候 发现爱情是会变淡的 更多的是变成了一种责任 他没有办法去承受 所以最后他就选择了死亡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剧院的那一首歌 其实更多的 他其实讲的是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 就是所罗门的一个故事 其实所罗门当时 跟一个年轻的姑娘告诉她的什么是爱情 那个年轻的姑娘为了这个爱情 毫不犹豫地奉献了自己 所以那首歌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剧里面非常明确地 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 因为我们是有文化的一个差异的 没有办法告诉观众朋友们 但是可以从歌词当中 其实能够察觉到这样的一些细节 而且那个就是安娜为了爱情 献祭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心 而且其实这个 这个其实也就牵扯到一个 当时俄罗斯的一个贵族的 一个生活和一个文化 其实安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其实也是为了爱情 去跟整个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来抗争 我就是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就是要追求自己的爱情 她更多的其实是 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女性 为了自己的爱情 勇于跟身边的人作斗争 只有安娜站出来 我要为了爱情去证明 我要为了我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爱情 勇敢地向前冲 勇敢地向前 她其实是一个奔赴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作为演员来说的话 在台上更多的是真听真看真感受 你需要了解所有的一些时代的一些背景 然后而且在这里 其实我其实非常感谢的一个人 就是俄方导演 阿莲娜导演 她其实非常仔细的 就是给所有的演员 告诉演员 她走的不是调度 而是说你为什么过去 她会告诉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往这里走 我觉得阿莲娜导演就是非常的敬业 也非常的专业 当然她是属于非常感性的一个女导演 她的情绪起伏非常的大 但是她真正的去给演员创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环境 就是我们问任何的问题 她都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 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环境当中 她会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所以而且我觉得 作为这个是导演和主创给我们创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就是要把自己完全打开 我觉得塑造好一个角色 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因为所有的角色 她是在书中出现的 她是一个没有血没有肉的 她不是一个人 她只是一个符号 但我觉得演员可以通过自己把她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觉得势必你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分给这个角色 你要把你自己的性格分给她一些 让乌伦斯基带有你自己的印记 我觉得这个是我做到的 我觉得是我做到的 而且我觉得是我一定要做的 因为我想让这个角色不光是活在舞台上 也要活在每一个看到过安娜卡林尼娜中文版的观众们的心里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当下的一些反应 还有一些如果是我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我是不是能像乌伦斯基一样这么的勇敢 其实都会做很多的思考 而且这部戏 我非常的喜欢 我可以说真的是我在接音乐剧 这么多部音乐剧以来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 因为它足够的厚重 情感足够的浓厚 因为可能有一些观众会觉得 它的节奏会很快 但其实这部戏真的是要慢慢的做下来 它不是一个快销品 它是一个艺术品 不是说看一遍我就能看明白的 它是一部作品 我觉得很多的一些线会埋在很多的一些小的细节上 比如说因为我们经过了前几次的这样的一个带装彩排 有些观众会觉得当然是亲朋好友了 我们也会问有没有更多改进的一些地方 觉得就是太快了 但其实它并不快 只不过是没有注意到 因为安娜和乌鲁斯基在虚取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对视了 他们已经而且对视了两眼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对视了两眼 而且其实我们在书中的话应该也会知道 乌鲁斯基亚跟安娜 其实一整个火车他们都在讲测自己的儿子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非常细碎的一些点 然后有的时候观众是需要看两遍到三遍 才能把所有的信息层都捕捉下来 我们在连排的时候就所有的景层都出来了 出来之后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应该要适应这个 因为之前在排练厅 你的情感可能就是30%到60% 但是到了剧场要开到80%到90% 但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我开到100%就是最好的 就开到80%到90% 然后那天演完了之后 其实乌鲁斯基他没有一个情绪的宣泄点 他一直在往里收 一直在往里收 所以他就没有一个情绪的宣泄点 有一天我就演完了一遍之后 我就特别的抑郁 第二天我们进notes的时候 我看到那火车头 我哭了一上午 就是眼泪就自己下来 暴风雪那个音乐 其实从头到尾一直贯穿 贯穿到安娜的非常重要的事件 因为暴风雪那样的一首歌 其实是乌鲁斯基和安娜定情的 的这样的一个旋律 其实你到最后也会发现 他自杀的时候 最后一段旋律 安娜 也是暴风雪 所以你在看完了这个故事之后 你再回头看 其实第一幕就变得没有那么幸福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结局了之后 他会变得更加的 难过 就是变得说 因为第一次看可能就 哇 上半场好幸福 好快乐 全是爱情的故事 但当你看完整部作品之后 你再回来再看的时候 其实上半场会变得更加的难受 而且我也跟两位安娜说 我说其实 乌鲁斯基是 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配角 我一直这样去定位我自己 因为在上半场的时候 其实乌鲁斯基是带这个戏剧的节奏 我是需要让我有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肩膀撑在这里 让安娜能够踩着我的情绪往上爬 她才能够再叠 然后她上去之后 我再把情绪再带上来 安娜踩着我的再爬 所以到 其实 大家看过的时候都觉得可能对于乌鲁斯基来讲 第二幕的第二场戏 《我的女王》是最重要的 因为是独唱曲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一直觉得若你在我身旁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若你在我身旁没有演绎好的话 后面的自由与爱情就不成立 那自由爱情不成立的话 整个上半场就不成立 上半场不成立 下半场就更不成立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各司其职 就是这样的一个名著 其实没有说谁是主角 谁是配角 没有大角色和小角色 就是甚至于我们更不提吉地跟Levin 也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主演 因为他是反衬了一下安娜和乌伦斯基的爱情 而且还有比如说乌伦斯基的母亲 还有Sherbrunsky 然后基地的爸爸 基地的爸爸和妈妈 其实这里面埋了非常多的线 还有列车场 其实看到两三遍才能知道列车场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里面的内容就是太丰富了 而且再加上很华丽的舞美 又有非常扎实的剧本 还有好听的音乐 所以真的是大家今年绝对不能错过的这样的一部音乐剧 我觉得我付出了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付出其实就是 那个其实还好 我觉得最多的是你要把自己完全打开 你要认同乌伦斯基也是你的一部分 之前的戏可能感情没有这么浓烈的这样的一个瞬间 所以其实挺快的能从里面抽离出来 但是乌伦斯基这个角色真的是要考验一个演员 真的是要很快的从里面去抽离 就像那天我说的真的就是哭了一上午 每次再一看就哭就哭了一天 但哭完了就好了 所以总要有一个情绪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完全打开 把自己就像安娜为了爱情奉献自己一样 我觉得要把她演好 就是要把自己献给这个角色 要怀着这样的一种信念 才能把她演好 然后其他的收获 其实就像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收获了很多朋友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剧组 演制人员有这么多 我们所有舞蹈合唱和角色演员关系非常的好 这个是特别难得的 而且我也有很多好朋友 就比如杨浩辰 郭炕 米晨晨 瑞聪 还有心儿 我觉得其实没有这些朋友的话 我在消耗了这么多情感的话 其实我没有办法去补充进来 我觉得真的朋友给了我很多的一些能量 因为在台上释放的那些 这守恒定律嘛 你总要有其他的生活当中 其他的一些情感去 让你变得很洋溢和充沛 所以每次连排结束之后 我们可能坐在我屋里面 就吃个外卖 就吃个宵夜 其实聊聊天 就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事 其实对我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也是特别有幸的这次跟阿联纳导演结束 其实最后的时候 我给阿联纳导演写了一封信 然后让翻译 帮我翻译了一下 我就跟他说 我说真的是好久没有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感觉 就是大家完全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训练 找到了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情绪吧 其实现在最开心的 虽然还没有跟大家见面 但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是 我觉得不管是从表演 还是从演唱上 自己来说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通过阿娜这样的一部作品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 是最满足的一件事情 而且阿联纳导演非常的负责 她也不累 她每天就是一直在吼 她一直在吼 因为她很激 她也都不是生气 她又一直在吼 她也不累 完了最后大家可能看到 而且阿联纳特别喜欢我 阿联纳三个大宝贝 甲凡 郭炕 杨浩辰 就她自己说出来的三个大宝贝 完了以后 大家如果去剧院会看到 就是华冰的 因为阿联纳是她自己的作品 是谁都不能碰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调度 你不能自由的去发挥 必须她来给你拍 就哪怕我们休息的时候 她也要开着摄像头 就是她对自己的作品 也严谨到这个程度 就有一天我们在联牌 忽然把亮 乌鲁斯基叫过去 他说我想改一下 那个轮滑的感觉 他说反正因为 我特别喜欢你的笑声 我觉得你笑起来特别的好看 我也特别喜欢你的笑声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改成了乌鲁斯基 轮滑上来是逗基地笑 就是他自己把这个情绪 因为我们在想 我说鹅版的和韩版的 都是特别帅的一个登场 我说只有我们中文版 其实他做了一个 可爱化的这样的处理 其实他自己也说 他说其实乌鲁斯基 就是一个21、22岁的年轻人 他这样的话 其实更能从一个小小的一个点 小小一个侧面 能表现出来乌鲁斯基 天真的一面 他说凡你是有这个条件 能把这一方面表现出来的 所以他就给改掉了 他说那你就是那种 故意逗他笑 这样的一种感觉 他说要洋溢起来 他说乌鲁斯基 就是一个年轻人 虽然可能鹅版 他们的演员 是偏成熟一点的 但我觉得这个就是 艺术的一个创作 这就是艺术的一个伟大 就是你可以从不同的人身上 找到乌鲁斯基这个角色的影子 我都好喜欢 但是若你不在我身旁 我也很喜欢 暴风雪那一场 我也因为暴风雪那一场 其实比若你不在我身旁 那一场更美 因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柱子落下来 完了之后我们后面大瓶里就有雪 完了之后我们还有真实的那个纸片的那个雪 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对阿娜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候 因为阿娜当时虽然词她唱的是 阿暴风雪天地之间一片苍茫 不知深处何方 其实你听词的时候 你觉得是 她是很惶恐的 很悲伤的 但其实不是 她非常开心 因为她从来没有体验过 这样的一个感觉 她那个词就是跟她的 就很有层次 就是她其实唱的是一件 很就是不那么好的事情 但其实她是很欢愉很开心的 这个说 我像一只小鸟 失去天空怀抱 让我迷失方向 在风雪中彷徨 无法抵挡 无处躲藏 去何方 就她说无法抵挡 无处躲藏 我该去哪里 就是跟乌鸟斯基这样浓烈的爱情嘛 但她自己又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从来没有感受过 但她就是理智跟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对撞 我觉得让这一场戏变得很有层次 我当时看完连排的录像之后 我觉得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 我现在更多的不是紧张 我现在是兴奋 迫不及待的想把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样的一个故事 通过自己的演绎 跟所有台上和技术 所有的朋友们 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带给观众 我们希望是传递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感动 而现在更多的 你说有紧张吗 也有一点紧张 但现在更多的是兴奋 想快点让大家用中文感受 安娜卡列尼娜带给大家的魅力 很好 因为10月15号上海大剧院的首演 是我跟东东的 然后其实我就说 我说我跟上大其实特有缘分 因为就像您刚才提的 摇滚福士德 其实今年我的最后一个演出 只步于摇滚福士德 3月1号在上海 下半年我的工作又开始于上海大剧院 我感觉就很有缘分 因为谁能想到你 今年最后一场音乐剧的演出 在上海大剧院 你还能开头又开在上海大剧院 所以也是挺难得的 而且这次跟之前跟立东演的是一个 我是演White就是演一个神一样的一个角色 在摇滚福士德里面 去试图去拯救东东演的Gretchen 然后但是这一次呢 就是演了一个 最后他没有抓住的这样的一个救命的一个稻草 其实也是挺 挺有意思的吧 就是因为角色上的转换身份上的转换 然后两个这么熟悉的朋友再碰在一起 其实也很挺奇妙的 那其实不光是那个上海大剧院 跟天桥艺术中心也是三度要登上天桥 只不过去年好像就拉赫嘛 就北京的没有成型 所以也是跟天桥艺术中心也是非常的有缘分 然后因为天桥对天桥艺术中心 其实那一次是唯一的一次要问福士德 White是走到观众席上跟大家互动的 其实这一点那天我自己还在看那个有观众拍的录像 我自己还在看 我说这是在天桥 然后而且这一次也是又登上了天桥艺术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舞台 其实也特别的期待 因为天桥在天桥演戏其实特别舒服 因为他我不知道会给演员一种包裹感 就是非常安全的这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次在天桥演福士德的时候 我就感觉就是周围都被你整个人都被包裹 主要是声音也听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就感觉特别舒服 所以这次也是特别期待能够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把安娜卡连尼娜 在天桥的舞台上展示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人在这个是世界上来生活其实无外乎就是一个一个情字嘛 这个情字其实它都是相通的 我觉得不管是好的友情好的爱情良性的一个亲情 我觉得都应该是互相欣赏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你在你的领域里面是有被别人值得欣赏的一部分 你的另一半这个另一半有可能是朋友 也有可能是爱人 也有可能是家人 也有可能是各种角色 我觉得好的关系肯定是要互相欣赏 然后相互帮助 因为你就像安娜其实跟乌伦斯基其实一样的 就那么浓烈的感情到最后也会变淡 也会趋于平常 我觉得爱情 我觉得现在特别是当下 我觉得我感觉不是所有人 我觉得爱情可以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位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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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一个调剂品 但是你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先学会爱你自己 你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那其实到最后就是没有爱自己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爱你自己 你把你把自己爱了以后 你才有更多的爱 其实再去给到别人 其实有的时候爱情就像手里握着一把沙子一样 你钻得越紧 它没得越快 所以就大家还是要先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好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把自己的家人安排好 有自己的朋友圈子 有自己的生活的一个环境 就像我们中国说的那句老话 就是你把梧桐栽好了以后 凤凰自然就会来了 没有我身材其实不好 就有一天特别逗 我们连排的时候 那个不是那个粘扣的吗 就若你不在我的身旁 就一丝领带 但没想到啪啪啪啪扣全开了 就还好里面穿着打底衣 然后那天我得到的 就唯一的一个notes 就是就Alena导演在那天说 凡在那里干什么 为什么扣子都开了 他只需要解一个就好了 但是里面有打底衣 然后第二天他又发现我的打底衣了 他就跟说 我第二天的notes就是凡能不能把那个打底衣扔掉 我们可不可以不穿 我说不行 我顶端换成肉色的 所以我觉得吧 就我其实吧 我身材也管理的也不是特别好 我天天就是太累了 就在我确实瘦了一点 因为就是太累了嘛 就两部戏就是来回跑也比较辛苦 我们在国策合成嘛 待了快一个月 我就无法 所以我身边当中缺 无法缺少 我就朋友 就为什么我说朋友 那朋友特别照顾我 我是无法从国策走回宾馆的 因为我不认路 我只有在一个地方不迷路 就在商场不迷路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告诉我 这个商场哪个牌子几层 我脑子里面一想 我知道了 就我业余时间就喜欢逛逛商场 我也不喜欢压马路 因为有的时候会下雨 就太晒了 就商场里面你饿了 你跑到上面去 可以吃点东西 就吃完东西之后 下来可以接着逛 就风吹不着 雨淋不着 然后夏天又凉快 冬天又暖和 之前真的问我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都回答 是我自己就臭不要脸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自己或者怎么样 但是最近真的是觉得 一位音乐剧演员 就是真的是就嫖效性 我真是觉得 因为我听到 他的演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就是他的声音的这个走向 其实跟我想的是特别像的 我特别喜欢去听 我觉得给了我自己很多的一些启发 特别是我在听他唱的笑面人里面 就睁开你的眼睛 Open your eyes 就是那首涌炭掉的时候 那真的 我觉得就是那样的一首歌 我觉得的用声的一个技巧 说实话是可以写进书里的 就是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准确 就是每一 他气用多少 声用多少 那个真的是 可以去把它腾进书里 供大家去学习的 所以最近 我觉得我下次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要去看一下他的现场 现场再去感受一下 我还是喜欢热闹的 就演完安娜之后 感觉把自己掏空 就是没有情绪了 就整个人已经没有情绪了 感受不到情绪了 所以我是喜欢跟朋友在一起 聊聊天啊 就是吐吐槽啊 或者是这个那个啦 会让我觉得生活是很美好的 生活还是有很多的朋友 还有人在 我觉得我这人可能是 真的是需要很多人爱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很多很多很多 这种感觉 其实就能给我很多的力量 就是不光是为了自己 也跟身边的朋友一起 能够向前冲的这样的一种动力吧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